为什么会发出嘟嘟的报警声 大家好 我们所看见的 这是一个水泥电阻器 此类电阻器 广泛运用在大功率的工业设备当中 这种电阻器的特点 就是阻拦 可以反报 可见这种电阻器 它的特性是相当优越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它的价格也比较贵 在电路当中 就是用普通电阻符号来进行标志 这样的电阻器 一般我们采取直标法 比如说这个是10瓦20欧 5瓦10欧 可见水泥电阻器功率往往是比较大 但是阻值呢 往往是比较小的 刚才我们所看见的 这个就是一个3.9欧 5瓦的水泥电阻器 正因为它阻值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它会发出多多的报警声 但是它实际上是没有短路的 它是由一个小电阻值 小电阻值 很捷径 是吧 证明它是没有短路 也没有开路 此的电阻比较好判断 就采取刚才我们这个方法 进行判断它的好坏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